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试探中间我们怎样掉在撒旦的手中 这个大的题目可以说是 有史以来哲学家盼望明白的十大题目之一 罪的缘由可以说苦的意义 同罪与苦之间的来源的这个问题 这个题目也是神学历史中间 是一座神学家思想到最深入的时候 所判断了解一个题目 罪与苦的问题 罪与试探的问题 是哲学家 神学家 宗教家 没有办法避免 一定要应付 一定要解答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从表面上 是每一个宗教必须要接受的一件事实 宗教之谁是宗教 因为要面对罪的问题 面对苦的问题 面对人在苦难中间受试验的这些问题 宗教之谁是宗教 因为这个要把人从这些东西解脱出来 所以宗教里面有一个对矛盾性的 愿意求知的一念 宗教有一个对苦难的解脱 求解脱的一念 所以宗教就要脱离限制 脱离矛盾产生的宗教动机 每一个有宗教观念的人 他们都先承认罪是存在 每一个有宗教动机的人 都盼望从罪的灵异中间释放出来 每一个有宗教的人都承认 苦是存在的 而每一个有宗教意念的人 都盼望脱离苦的困难 所以这个限制在苦难 以罪悟中间的事实 以及不干凌的守这一个限制 所以要说以自己实的求解脱的限制 就产生了普世性的宗教动机 我再讲一次好不好 我们不能不承认了 苦难以罪悟是事实 我们就不肯继续在苦难以罪悟的捆绑之下 这道实没有得到解脱 所以这个愿意超脱限制于矛盾 盼望可以超越苦难以罪悟 就成为宗教动机 当然宗教动机 不一定要从这个消极的城市 去了解它 宗教动机 也可以从更积极的城市 去了解它 那么什么叫更积极的动机呢 比如说 当我们看见我们四周的大自然 这么美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万有这么和谐的 被造在一个整个的有机系统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想 难道不是一位奇妙的 伟大的 超自然的 全能的上帝 所创造出来的吗 所以从这一方面去体会奥妙 从这一方面去感叹 设计 从这一方面去追认 有创造主 也是宗教动机 你明白吗 所以我把宗教动机 分成积极地 跟消极的两个城市 而多数的人 对一切人 原有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 已经享受的恩典 他认为这就是自然 所以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应该这样享受 他就不从这里 从基金面去寻找 宗教动机 与神之间的关系 这是罪人一个很固定的形式 也是罪人一个已经败坏以后 没有办法解脱的罪性 的一种惯性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开始思想宗教的问题 那请你注意 有很多的人不等到病 不等到苦 不等到食 他就没有思想 这生命以后 这现实以外 这看得见的世界 超脱至上 看不见到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 不但如此 有很多人在顺利的时候 认为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受苦的时候 他就想出上帝来 但他不是想上帝的解脱 他想出上帝来嘛 你懂吗 我顺利的时候 无神 有没有神 离我无关 我苦的时候 就是因为上帝 创造这个世界不好 所以给我苦 就拿上帝来嘛 所以当人认为 没有上帝的时候 是因为他愿意做一个 独立自存 一生无干的生存者 当一个人在苦难中间 假想上帝的时候 他就把上帝 当这个假想帝 然后在这里追逃他 为什么把痛苦给他 人是败坏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 真正思想 真正了解人性的败坏 您当痛哭流泪 求主赦免我们